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编着实没有想到肖战的黑粉们能够闹腾到现在 2020年的饭圈显然无法平静 网络影响的弊端在这场饭圈大战当中也是不断的表露了出来 消息来源根本就没有真实性保障就被大此宣扬 肖战经历的已经是一场网报 而这场网报呢也彻底的揭示了网络的虚幻性 造谣声势的网络主战场还有多少的真实可言呢 原本正常的营业被黑子说成是失格一人 如果不是肖战场是北京小吃 估计黑子们这辈子都不会抗央视新闻 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风平浪静 肖战逐渐开始了正常工作 最新的动态当中肖战开直播品尝北京小吃 原本是一个比较正常愉快的分享类直播 但是却由黑子来打扰 直播间里的壁虎第二天的批评通稿让人瞠目结舌 央视怕是都不知道自己点名批评了肖战这么多次 如果肖战的吃播都算得上是浪费粮食 那些动辄拍摄美食综艺节目 岂不都是在浪费粮食呢 极限挑战里面用奶牛做喷射泡来惩罚嘉宾 是不是都算罪大恶极呀 原本以为在网络并率的时代 曾经的无良小报编造行为会因为信息公开而消失 但没有想到事与愿违 这些操作虽然变软加厉的 继续运用在了明星艺人的身上 而更可怕的是在这种导向之下 许多人都被诱导进了一个误区 既然有这么多人骂这个明星 那么多人来说他 那么这个明星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仔细想一想 我们生活当中不乏品德低律之人 中国网民的整体素质也并不乐观 随随随便便找一个社会热点的话题 下面翻一翻评论 就能够发现不少的反制言论 而能够听信舆论直黑的爆料的人 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网络上的各大平台给了所有人相同的权利 但是却没有能够做到有利的管控 在社交平台之上随随便便的找几个照片 经过PS再写一点细节 结尾加上实锤爆料的字眼 那就能够火的翻天 到时候不管是明星艺人说什么 大家都一致的认为这是他们在公关 在这一次的饭圈战争里 这一套操作直黑们可谓是运用的行员流水 经过这几次的折腾 大众对于肖战事件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毕竟和一个本来就没有污点的正常艺人相比 那些直黑癫狂式的抹黑营业看起来才是更加不正常的 某平台的话题不加筛选 测热度博眼球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样的低端操作也就满足一下直黑内部的虚荣心 而且直黑们越是气急败坏 就越露出了他们的狐狸尾巴 在大趋势之下肖战回归是一种必然 在一段时间周肖战成为了直黑和营销号吃饭的素材 在网络的虚幻面前最实际的是金钱的诱惑 难道真的有人舍弃自己的日常生活去组织大黑活动吗 当然不是 在直黑的挑唆之下黑粉接韭菜 你造势我收钱 最后人家随随便便删除社交账号 带着收割的钱来继续潇洒 仅留下被荼毒不浅的其他黑粉 小编相信黑营站的人基本上都是带着或多或少的牟利心理 因为如果按照他们所谓的一些证据来讨厌营站到如此地步 那么这些人绝对早就在肖战之前把网络上的热点事件炒翻天了 热点不是一时爆发的也不是凭空就能够出现的 直黑们显然是有组织的进行攻击 奢求在最后获得一些迎头小利 相信每一个曾经为梦想和目标努力奋斗的人 都不会相信网络上对于肖战的尬黑 毕竟在成功的路上有太多人看你不顺眼 肖战能够用自己的演技和才华为粉丝带去动力 自然也就会因为他取得的成就和掌声招来妒忌 在前段时间出现的227成员现身抵制当中 我也猜到了这些执迷不误的黑粉的心情 生活这么苦 凭什么你肖战就能够获得这么多粉丝支持 凭什么我坐在电脑面前敲键盘 你能够在舞台上面大方一彩呀 既然你喝得了我奢求的一切 那我就抹黑你 诋毁你 让你变得和我一样惨 典型的互联网屌丝思维 而对于这种人呢 拥有正常思维的人和他们对线是赢不了的 他们注定沉沦在自己的厌世当中 肖战是一个向阳而生的人 大半年的斗争 足以让一个新生偶像丧失斗举 肖战能够挺过来 并且一直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十分难得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也看到了 虽然执黑穷追不扯 但各大品牌和导演都看好肖战 肖战的新代言和新剧 即将火热上线 爱他就去支持他吧 对于喜欢肖战的朋友来说呢 最近一段时间如同提前过年 工作室频频放凉 夜连更新几段肖战的新鲜视频 让大家在一解相思之苦的同时 还能够收获到肖战的最新动态 福利丰厚 不过目光敏锐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和前一段时间相比 肖战的块头明显增大 脸颊有肉肉了 肩膀也宽厚了许多 对此肖战也是毫不掩饰 面对镜头坦诚自己胖了 还说最近的一段时间每天都在健身 然后吃身上就有肉了 看来帅哥也是在有意识的健身增肌 而并非是胡吃海塞的发福 只是肖战也有了增肌的苦恼 他的体质是胖先胖脸瘦最后瘦脸 所以要想身上有点肉就得先胖脸 对于要上镜的演员来说 这的确有点残忍 肖战也很大方的在镜头前 展示自己的健身成果 共二头鸡果然十分发达 十分的壮硕有力 证明了自己最近真的是有认真的在锻炼 众所周知 肖战一向都是非常自律的人 拍戏的时候哪怕一直念叨着 想喝咖啡 想吃火锅 想吃寿司 想吃日料 想吃拉面 也一直停留在了念叨当中 没有付诸于行动 就是为了想让角色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现在却主动的健身增肌 除了为角色服务 实在也想不出还有其他的原因了 刚好近日网络上面疯传 肖战已经禁组拍摄军旅剧 还接连的爆出士兵造型的路透上 传言似乎并非是空穴来风 军旅题材的戏对于角色的身材体型 自然是有着严格要求 而且拍戏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也必定很大 想来肖战增肌进身 也是提前为拍摄新剧做准备 十分敬严 这也已经不是肖战第一次为戏增肥了 在拍摄朱仙一的时候 为了体现张晓凡的憨憨傻傻 肖战禁组之后就让自己吃胖了八九惊 为了角色可以说是不顾形象了 而在张晓凡之前 肖战刚刚就塑造了陈其令当中的魏无羡 因为是古装要展现人物的偏然若仙 肖战严格控制饮食 腰身系到连女孩子都羡慕 肖战以素人身份出道的时候 体重并不占优势 总是以一张圆脸行走娱乐圈 早期饰演的方也许 更是他一度不愿提起的黑历史 他曾经自爆 称自己最胖的时候达到了140斤 意识靠着吃草瘦了下来 出道之后的肖战也经历过事业的空窗期 没有工作对于未来一度迷茫 但他的心态依然是很积极 认为空窗期不能够白白度过 就利用这段时间去上音乐课 表演课等专业课程不断的充实自己 而且坚持锻炼减飞 从150斤瘦到了130斤 并且从此保持了下来 他清醒的认识到 如果挡起来了 我还是150斤 可能我就抓不住了 事实证明天道酬勤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肖战果然成功的抓住了 并且一炮而红 陈情令的爆火也绝非偶然 在这一天来临之前 肖战已经为此做出了准备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 肖战近乎是谁隐 在外界看来他的事业停滞 但是对于肖战来说 所谓的空窗期 只是工作上的一段时间 而他自己每天依然是有事情在做 不管是学习读书 沉淀自己 或者是增肌健身 打磨演技 他一直都在向着 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在努力 对于肖战来说 人生没有空白期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观众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